今天在共僚区公所四楼大礼堂 包括共僚、平溪、双溪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及干部们 在此相互交流、社区营造及地方创生经验 并邀请讲师教学资讯软体应用的能力 使社区具备使用以视讯方式代替实体会议及活动的能力 维持社区凝聚力及执行力 这一次大概有60到70个人 那我们就是安排在我们社区里面先用餐 那我们会带他导览我们马澳的一个景点 像我们的石头厕、还有我们的庙、还有我们的小学 那今天也会去富裕中心 就是看我们那边每年都有放流 放一些酒孔、还是海胆、卵丝、贝类的一些 我们主要邀请到我们双溪、平溪、帮我们共聊的社区的理事长 还有帮有些里长参加我们社区导览的课程 那主要是针对我们社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导览的一些风光 结合我们社区的人文 怎么样来做一些地方创生的一些产业的一个发展 马澳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说 今天近60位的社区伙伴齐聚一堂也到访了马澳社区 特别向大家介绍目前社区地方创生成果 并透过社区观摩增广见闻 建立互动交流网络 增进社区成员对于社区工作的认识 发掘社区未来推展服务方向 那这边我也谢谢我们的社会局 这几年的话 我们办理很多社区小旅行 这个部分 像我们共聊区就有五美社区 包括马澳社区 有进行一些相关一些导览的一些课程的部分 那这几年虽然疫情的影响 但是针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效率情况 一样蓬勃的发展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相关社区的一些观光人文的一些部分 共聊区长表示 这次举办社区组织基础运作 资讯软体应用能力 社区发展智能培训以及观摩等相关课程 提高各社区发展规划与执行能力 进而横向联系经验交换与学习 以发挥社区高度服务热忱与功效 达到向下扎根 落实在地人服务及在地人的理想 借成为公聊采访报道